在北京西山的万安公墓 安葬着我国近代和现代的众多名人 在公墓西北方向耸立着八卦掌历代宗师的碑林 这片碑林的创建和一个名字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 李子明先生名庸 又名直 自子明 河北济县人 生于1902年 足于1993年 享年91岁 先生又禀嘉训 浩文事武 能书善话 腹败 同意梁振普先生为师 延习八卦掌 夫若冠 涉足农艺工商 游历武林画院 辗转辽济京津 后定居京都 迟直战乱先生持大节上侠义 律国家存亡行民众所欲 替治事就危 为田者解难 德行广播 明文侠耳 晚逢盛世 先生最新武学 乃博彩众长 完善粮食掌绩 收徒受益 弘扬武术精华 倡议 众德思源 主持千剑董公牧林 崇利先师悲鸣 得到同仁拥戴 一时 群贤聚首 名首总治 创研究会设辅导站 办会刊 传专著 讲学东营 传输欧美 造福当中 将军留以后学 国家家旗业绩 受予武术贡献奖 聘为中国武协顾问 北京市武协副主席 武当山武当全法研究会理事顾问 全日本中国全法联盟名誉主席 武坛宋旗得意 受予一代宗师德高望重贬 邀为北大 清华等高校武协顾问 先生慈爱宽厚 至家有方 教育得法 意图能济其学 一墨足传其神 养德如在 赶目望极 1997年4月5日清明节 李子明先生墓碑落成仪式 在北京万安公墓隆重举行 前来参加仪式的有 原北京市副市长陆宇及其夫人潘基 时任中国武协主席 李杰 时任北京市武协主席刘哲 北京市武协秘书长范宝云 中国武术研究院研究员 李方白先生 宋记美先生 著名中医专家贺普仁先生 全日本中国全法联盟会长 李子明先生弟子 左腾金兵卫 率弟子五十余人 专程从日本赶来 参加仪式的有二百余人 我们不是一般的同学关系 那个时候 我是在中国共产党 印察级中央局成功部领导下 在北京市 北平市 当时北平市 做地下工作 当时做地下工作 是有掩护的 都有实业 否则是很危险 和李子明同事研究 开了一个买卖 我当买卖人了 开一个圆龙商行 在前方的三远景 开个圆龙商行 子明他能经理 一切都他从内来安排 李子明先生早年参加革命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不怕个人牺牲 不顾家人安稳 根据当时北平中共党组织的决定 在城内开设 红叶建油厂及圆龙商行 掩护北平公围主要负责同志 不惜家资 营救革命同志出狱 李子明先生为北平的和平解放 做出了贡献 李朗他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就和中共地下党有很密切的关系 而且一直到解放前夕 他还掩护一个地下党的领导通知 那就是后来的 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陆宇同志 这个掩护陆宇那时候是挺危险的 因为敌人呢 要抓捕他 要抓捕他没抓着吧 跑回解放区去了 这个解放要解放北京呢 配合解放北京呢 又把他派进来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说在敌人那儿已经挂了号的 李子明同志呢 来掩护他 掩护得挺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 今天整理了 新中国成立后 李子明同志在担任多家企业领导职务的同时 还潜心研究八卦长 悉心传授弟子 随着这个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呢 很快就投入了武术事业 有一段呢 这个 有所停顿 我们的武术的一些传统的东西又有丢掉的危险 从1954年4月的一篇日记中 就可以看到李子明先生对传统武术面临失传的忧虑心情 他这样写道 旧时习武之人多有保守思想 绝技密不传人 所以习武者日渐减少 一方面 希望国家大力提倡和扶持武术事业 更重要的是希望那些在旧社会就自幼习武 身怀绝技的老武术家们 以更加开放的胸襟 打破门规 广收弟子 使这一文化瑰宝 重新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可是 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一件事情 触动了中国武术界 使他更加感到 发掘和整理八卦掌这一传统武术项目 已是迫在眉睫 记得那是在1977年 我和老师在从体院回家的路上 老师非常气愤的跟我说 说日本武术界个别人 现在竟敢说 中国的武术的精华已经丢失了 武术的精髓现在在他们日本 武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溃报 武术的根是在中国 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一路上老师沉思着再也没有说话 面对日本武术界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 李老决定以实际行动予以反击 决定把在文革中被平掉的八卦掌 创始人董海川的目的 完好恢复证明武术的根在中国 董海川先师为八卦掌的创始人 生于1799年 足于1882年东 山西洪洞县人 寄机传术和器械 无不练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其弟子有千人之多 八卦掌第二代名师梁振普 生于1863年 足于1932年 河北济县人 技艺精湛 晚年任河北国术馆顾问 英明传于大江南北 作为八卦掌第三代名师 李子明先生深得梁振普先师真传 为其得意弟子之一 大概老师去了不下宜来讲几十趟 让我师娘来讲 就是省吃点又省了钱 弄个几分钱 坐车到后牛房 也都没有后牛房 进行采访调研 都知道那点有坟 因为老坟的照片有 它有四桶碑 中间是一个圆的 一个来讲馒头坟 董海川的墓 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破四旧 已经把碑和坟都给平了 到那一看没有墓了 没有墓他挺着急的 回来就和我说 他说祖师爷的墓啊 都让红卫兵小军给推倒了 他说我得给签坟 哎呀我说你这说签坟 这不等于数费力赚吗 当时吧在文革后期 这样一个特殊的 这个历史背景条件下 老师决定这样做 是要承受非常大的 这个风险和压力的 老师既然决定这么做 他就是对我们的国家的前途 对武术事业发展的前途 是充满了信心的 后来他就找一些人 就是北京市的八卦掌 这些老人 没想到就得到了 这个非常这个强烈的响应 这样的话呢 后来就成立了一个 这个签坟委员会 可以这样说 在签坟的问题上 应该说是 是李老能够团结八卦掌 各个门派的老人 而这些老人 又带着自己的徒弟 我认为是一个团结的一个 我认为是李老能够团结束 你也认为是一个团结的 我认为是因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